第七百六十集 韩家昆仑虚的顶级家族之一 面对血灵族便是如此 一掌抹杀还无反抗之力 当然这是韩家精锐都不在韩家的情况下 即便精锐都在 韩云和韩家另外几位帝尊敬八层天都在 顶多也就是抵抗一会儿 结果还是要被抹杀 十多万人男女老幼 没有一个人幸存 魏长老带着血灵族青年和皇家老祖离开 就像是离开时一脚踩死了一堆蚂蚁一样 下方的哭喊声全然不顾 甚至有些享受 蝼蚁的哭喊才能证明强者的实力 一众舞者猛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直到魏长老等人远去后才敢出生 当年在血灵秘境结交的周延 正好在韩家领地里办事 作为道远境七层天的人 往前一步看见如若废墟般 浸透着鲜血的坑洞 暗暗咽了咽口水 数十万人呐 十几位帝尊境 三百多位道远境啊 就这么死了 韩云老祖一旦知道了 估计要疯了 周延环顾四周 自己竟然成为了此地最高修为的人了 他深呼吸一口气便道 抢救 不 尽量保存韩家人的遗骸 准备办丧事 此刻 抢救已经不可能了 十五位帝尊境都被打成碎片了 其他人怎么可能活着 顶多只能保证 韩家各位英雄的遗体 尽量完整一些而已 王成 你亲自带着我的令牌 去昆谷 告诉店主这里发生的一切 周延取出自己的令牌 郑重地说道 记住 路途中任何人让你停下都别听 血灵族的人到了 所有的痴妹王粮都出来了 你作为报信的 尤其要注意 另外 告知店主 若不能敌 走 走得越远越好 若能敌 请将血灵族的畜生 措骨扬灰 他郑重地送王成离开 目视着对方远去的身影 心中暗暗发凉 店主 我希望你能敌 希望你歼灭这些畜生 但若你不能敌 一定要走 走得越远越好 只要活着 总有报仇的一天 我就在这里 暂且处理 韩家的事情吧 血灵族到来后 无论是光明殿 还是各大家族的目光 都会落在 昆谷和千绝之城中 韩家这些遗孩的处理 也只能由周延来处理了 王成作为周延的亲信 道远镜一层天的修为 已经不弱了 他亲自带着周延的令牌 在当天晚上 便赶到了昆谷中 通过令牌来到山峰上 此刻 韩云 叶灵天 血旗 叶洛尔 段怀安 百战长老等等 都已经到了 你来做什么 你不是在韩家那边吗 叶灵天问道 我听了一些言论 不知真假 你来可是说这个消息 魏长老的千丈虚影 传出审判的言论来 一日就已经疯传 昆仑须各地了 只是夜晨还在闭关中 众人也没有冒然出去探寻 一直都在等待人 证明消息的真假 王城已经是速度最快的了 作为第一波报信的人 已经赶到了 昆谷的山峰之上了 这时 看向诸多大人物 忍不住夏桂说道 各位大人 血灵族降临 一共是六个人 一个中年人 就是画星虚影那人 另外五个是青年 看模样都在三十岁大小 中年人自称 魏无成魏长老 一掌磨灭了寒家府地 葬送了十多万寒家之人 并且命令店主和夜市天 十日后赶到千决之城 接受审判 王城赶忙拿出周延的令牌 证明自己的言论 这是周舵主的令牌 事情发生后 周舵主命令属下赶来 属下不敢停歇 狂奔八个时辰赶来 为诸位大人和店主 禀报消息 并确认消息 此话一出 当即众人如遭雷劈 寒家没了 寒家数十万人 都死在魏无成手中了 怎么会 怎么会这么快 不是还有一年才到吗 怎么会提前了 叶灵天长叹一声 转身看向寒云言道 寒老祖节哀 寒家大部分精锐 都在这里 他刚刚说完 忽儿神色一变 朝着血剑 黑药等人大吼道 快点传令下去 所有帝尊境结合 寒原境和虚王境 不管什么境界 全部集合 帝尊境组成上古护魔镇 将帝尊境之下的人 笼罩在其中 避免出现意外 以上古护魔镇 避免皇家或者是 血灵族人来袭 这会儿 稳重的叶灵天 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血灵族向来卑鄙 斥杀 谁知道会不会今晚 就杀过来了 此地汇聚接近无数帝尊境 即便组成阵法 也应该可以挡住 血灵族的人 只是 那个叫魏无成的人 一掌拍死了数十万人 即便帝尊境九层天 也做不到这一点 绝对是入神境强者 并且绝对不是入神境初期 很可能是入神境中期 甚至可能是入神境后期 必须提早预防 不必如此 叶灵天 血剑 黑药 你们都停下来吧 韩云感觉又苍老了几分 自己子孙后代死伤惨重 但幸好 绝大多数帝尊境都在此地 他长呼一口气道 来人是魏无成 我知道他 五百年前来过昆仑须 那时候他是入神境五层天 五百年过去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步 我唯一知道的是 进入入神境后会产生质变 尤其是入神境中期的强者 根本不是我们可以抗衡的存在 韩云慎重地看向众人 言道 现在最好的办法 让各家人马全部散开 不然集合在一个地方被消灭 先等到叶晨吧 叶晨还有三天才会出关 到时候再看吧 这 黑药一脸茫然问道 汉老祖 为何呀 对呀 若寒也说道 我们这么多地尊敬 即便不惜代价 也可以诛杀魏无成的 难道一起上还打不死一个人 你们不懂 韩云叹息 百战长老却道 的确 入神境中期已经掌握非仙之力 便算是仙人了 普通的攻击对他是没有用的 况且入神境中期可以动用灵魂攻击了 他的目光扫视过山谷内外 暗暗摇摇头道 地尊敬再多 没有修炼过灵魂秘法的人 根本挡不住灵魂攻击 一旦遇到便是死 我们地尊敬的确多 如果能抵挡魏无成的灵魂攻击 好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散吧 他徘徊几步道 殿主没有出关前 最好是散开 并且这次来昆仑须的人太强了 以往每百年来昆仑须的人是七个人 最强的也不过是入神境二层天 用地尊敬勉强可以一战 但是入神境五层天绝无可能 所以散 他同寒云段怀安夜无敌 也封对视一眼道 散 必须要散 现在限制于魏无成的威严 皇家可以大举进攻 一旦我们不敌 千位地尊敬都有被围奸的可能 没办法 夜尘在闭关修炼 还需几天才能出关 等到时候才能决断是战还是撤 战如何战 需要夜尘来判断 我等判断若是出错 便有可能全军覆没 若是撤 也得由主人来想办法 好 我去与百位宗主商量 暂且分散人马各自回去 段怀安点头 迅速率领弟子下山去了 寒云游一片刻载道 我的人马不散 留守这里 我们也不散 百战长老言道 我炼体之地以殿主为尊 散了可能赶不回去就被干掉了 但是尽可能分散各大山脉中 让十二大宗派散 尤其圣草殿和洛家 两位单尊等等 先隐藏起来 看店主和几位如何抉择吧 百战长老说完 也自己下去吩咐各大妖兽了 血灵族的人突然降临 谁都没想到 只能尽可能地散去 现在这些人手 避免被血灵族一锅端了 轻见妖皇作为夜尘的战魁 虽然只是分魂 但是有一丝灵智 言道 店主正在蜕变肉身 三日后便会出关 到时候再战血灵族 时间也过得很快 三天眨眼过去 外界已经成为惊弓之鸟 二百多宗派散去 人心惶惶 个别宗派已经投靠了血灵族 甚至还有更多小宗派 都准备去朝拜血灵族了 从最初要发誓对抗血灵族 到现在却猛然转变 甚至一致认为夜尘死定了 一块石头暴飞而出 夜尘缓缓地走出闭关场所 目光扫过眼前的众人言道 我已经知道血灵族的事情了 他微微握住手中的祭灭刀 不屑一顾道 审判 想要一个个来擂台占我 好 我就一个个给他们打死 入神境五层天算什么东西 这 韩云有些担忧道 你虽然天赋绝佳 但你此刻还不行 你还没有成长起来 魏无诚已经成名上千年 修炼了五千多年 你不必现在去战踏吧 魏无诚修炼五千多年 修炼的时间近乎是夜尘的二百倍 夜尘没有必要现在就去战魏无诚啊 更何况 不止魏无诚 还有五个血灵族青年 最弱的都有帝尊敬九层天的战力 曾经一巴掌击飞了皇家老祖 敌人如此强大的情况下 夜尘不该去 哪怕韩云想要报仇 也觉得夜尘不能去